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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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家晚上好 咦 為什麼這麼乾淨 因為又不想吃飯 今晚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個 可以很複雜 但其實都可以很簡單的 粉麵 叫什麼呢 酸辣拌粉好嗎 酸辣乾拌粉 大家就看到 這一包 香港比較容易買的 江西米粉 一包 這個不用管它 不用浸什麼都不用的 在我的製作過程當中 大家看到我很多米粉 是不需要浸的 不需要特意去浸開它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開始製作 我先是拿 這個是 生食的砧板 大家看到就算 熟食砧板 或者是 生食砧板 其實可以用同一塊 大家都知道我經常用來剁雞 我也說 這部分剁多了就會染色 這個沒辦法 先介紹一下材料 材料很簡單的 首先 要有一塊豬腩肉 你又來豬腩肉 真是很喜歡吃豬腩肉 是啊 便宜 這裡三十塊也不用 二十多塊 就有一磅了 然後呢 有一些 黃瓜 這些真的是黃瓜 黃瓜 四顆 拿來生食的 然後呢 一瓶蔥 三蚊雞 然後一瓶芫 三蚊雞 然後呢 做這個 酸辣 拌乾拌粉 最重要 有什麼呢 這些炸花生 我自己裝起的 買回來呢 就去糧油店買 或者是豆腐店買 很多時候都會有些 現成的炸花生 幾元 一包 十二元一大包 OK 好了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了 大家看到 我的黃瓜當然是用來生食 但是呢 大家又看到 我又 跟蔥 跟玄西 就放在一起 其實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呢 只要我們沖乾淨它 浸久一點 沖乾淨它 其實呢 就真的不要那麼介意 反而呢 是我們製作的時候 那個意識是很重要 首先呢 我現在呢 就是要 浸這個 切掉這個黃瓜先 那基本上呢 就 切開它就可以了 跟著之後斜切 大概就 粗幼呢 就視乎大家喜歡了 等一下啊 要是它 擺得什麼 拿另外一隻碟 那個針板呢 擺得不平 整天滑 跟著之後呢 這樣 放下它 跟著之後就切絲 這隻小黃瓜呢 就 不用刮囊 有得它 連狼一起 那是這隻小黃瓜呢 就做生食呢 就會比較好 那當然有另外一隻 就是起釘的那些青瓜 可以不可以呢 都可以 沒有問題 不過呢 這個我覺得 更加適合是 用來做沙律 這個生食的用途 因為它相對 第一就是較甜 第二呢 就是 它那個狼 就比較適合 那當然還是貴一點 不過就 這四個黃瓜呢 我就很便宜 九元雞 因為 因為 剛剛好 就它賣到美市 那賣到美市呢 那它就有些 即是 特價 那一般來說 這裏四個黃瓜呢 如果它新鮮賣的話 大概都要賣到 20元左右 那相對普通的黃瓜 就貴一點的 那一樣 就不要祈求啊 我們家廚啊 就是那個刀工上面呢 有多麼好啊 那主要呢 就是 就是 主要呢 就是 我們不是經常都這樣切 那別人的職業那些呢 就一天 就是 切十斤八斤就一定的啦 是不是 那 大家看到呢 我第二棵呢 我就 第二棵青瓜呢 我就切得比較厚 那 其實呢 就可以切得比較薄 薄一點的 所以呢 這個 拌粉呢 主要呢 都是 生料多啊 那所以呢 這一次我就別開生面啦 就是 或者跟平時有些不同啦 就用了個 是 熟針板 那 就跟 等一下我要切肉的針板呢 就要分開一下 那 還有呢 如果萬一有這些情況呢 通常呢 我就切了 是要生吃的那部分先的 那 就避免呢 呢 生吃的那部分呢 就受到其他的 就是 肉類的污染啊 那 有 觀眾朋友呢 他就說 就是 昨天 就是這兩天回的 那我就當然會記得啦 那他就說 他那個生熟針板 就沒有分得那麼開的 不過呢 就 他呢 就會分底面咯 那 那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那 我們在香港啦 始終來講 生活環境狹窄啊 那 就未必呢 跟人家呢 就是 大的廚房就分得很開 那 那 針板 連針板位呢 都不夠放啊 那所以呢 就 反起底面 跟著之後 他就說呢 就拿滾水呢 就是如果他 做生吃或者熟吃呢 那 就 拿滾水一錄一錄它 那 其實這個都是不失一個權言之計 就是 我經常講的 就是 我們做人呢 就不要那麼死固固啊 要懂得變通 OK 好了 那 跟著之後 切好了這些青瓜 這些青瓜呢 就不用管了 切了之後 那 就放在一邊先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 切蔥 那 那這些蔥呢 大家會見到呢 就相對啊 就是比較上是 那個頭呢 就 有些人就覺得不乾淨 或者諸如此類 其實呢 我們只需要 浸乾淨 它浸走所有的泥沙 那這些呢 就 枯毀那些 那些 又發霉那些地方 那 跟著之後呢 我們只要撕走它 其實就很乾淨的了 已經 那當然 有些十指不斷陽春水 或者是 就是 高等人士 會覺得這樣 有外觀瞻 我只能夠說 這個是我們 真實世界的 真實社會 我們這個階層 的人的生活習慣 又不見我們 經常入院 是吧 最緊要呢 大家要那個概念 是對的 生活的概念是對的 衛生的概念是對的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那 就算有人 就是 看不慣我的 這樣的做法 那我希望 你秉承一下 你高貴的教養 立刻厚德 就是 每一個世界 的人 每一個不同 階層的人 總有他 就生活的 這個是 就是 哲學 或者生活的習慣 你看到人看不慣 或者是 你覺得不習慣 那就沒有必要 就跟別人 詛咒別人 就是說 祝你整個家人 入醫院 真的有 真的有個觀眾 還不止一個 那我就真的很不明白 喂 你提醒我 你無非都是想 衛生些 就給大家 不要那麼危險 你有沒有必要 去祝福那家人 天天入醫院 那我又不太明白 那些人是出於什麼心態 難道 你是神 是不是 那我們切蔥的時候 就不要切得太過 太過 這個是幼 那就半粗粒 其實這個針板 就是這個 熟食針板 那 其實就不是很適合切這些東西 都是木針板 傳統的木針板 比較好一點 這些是為什麼 大家看到很明顯 我是慢了手腳 的 鮮 那麼新鮮的蔥 就可以 用多一點 大家不要以為我用得誇張了蔥 其實這些冷麵 這些冷麵 冷麵 冷粉之類 冷食 其實這個蔥 那個需求 就是靠蔥味 其實就更加之是 重要 那這些玄西 就 我們浸久一點 浸走沙 用水喉 沖一沖 其實就可以了 不過 這個呢 就 我很多謝有一位觀眾 他就講一講他的經驗 他說 蔥 就可以用這個白醋 浸開它 用白醋 不是 不是蔥 是這個玄西 用白醋浸 然後浸一陣 再沖 再沖水 加上水 再沖 然後再沖水 就可以把泥沙 完全沖走 那我多謝這位觀眾提供 新方法 那如果大家 是覺得有用的 就可以跟著這位觀眾做 那我很多謝這位觀眾 提供他的經驗 他的方法 但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有時間的話 就這樣 浸清水都OK的 已經 浸清水 還有就是 浸久一點 沖 沖 然後拿些水油水沖 沖 其實都OK的 那在這個西南小食 這個乾拌粉 其實玄西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大家都知道 我做了很多涼拌 那其中 我涼拌 我就一定會放玄西 好了 那我就切開 切好了 生菜就切好了 這些針板有個不好處 就是我刮 即是 不會像木針板一樣 刮得那麼乾脆 來落 那我洗乾淨 然後 我就要做另外一件事 生肉 大家不要介意我這樣的處理方式 因為其實我這些都浸得很乾淨 所以呢 這個還沒洗的豬肉 我放在一起 方便 然後呢 就是不要太浪費膠袋 啊 那 剛巧就這麼巧 我就用這個 那 豬肉呢 稍微呢 就是 嗯 沖一沖水 沖水 沖水 之後呢 我們就用這個 紙呢 抹乾它 為什麼呢 因為等一下呢 我用來 就是起鍋炸油的 這個豬腩肉 大家猜不猜到我 是想怎麼做啊 大家有沒有概念啊 那這個呢 如果大家去過西南地方 甚至不只是去過廣西呢 應該會有概念啊 就是切這個肉片 那就不要切太厚 大概啦 盡量呢 就切到它呢 兩三mm那麼薄啊 因為這樣呢 我等一下呢 我一起完鍋 一炸完呢 它就好像紫薄了 那呢 就是 看似乾拌粉呢 就全部都是 齋啊 菜啊 那實質上呢 我們就靠這個呢 就提供這個蛋白質 這個腩片 去提供這個蛋白質 以及呢 就是那個油 油份啊 就盡量啦 它解了凍之後呢 其實都很難切好薄片的 那如果大家想呢 是切到它很薄片的話呢 那就可以是它半解凍的情況之下呢 就切了 有少少硬的時候 大家會見到我來回拉刀 要是為什麼呢 要是它軟熟 那但是 來回拉刀之後呢 下刀 最後下刀那一刻 要很肯定的 要是為什麼呢 我們要切斷那個豬皮啊 好了 那現在這裡切完了 那大家 就是可能會想 我到底用什麼醬料呢 那我這裡呢 就介紹一下 那 那最重要的呢 就是這一隻 這一隻 那就是 紅油半菜料 那就是麻辣醬來的 它的麻 它的 有少少麻 然後少少辣 然後呢 它主要呢 就是 還有的呢 就是芝麻香啊 那它這個絕對不辣 如果大家跟著我的建議去做的話 都用過很多了 是不是不辣了 OK 那我先說 除了花生 炸花生 那其實呢 就還需要 是芝麻的 那如果有就下 沒有就算數了 這些芝麻呢 我新炒的 又炒了兩盒了 那我每次呢 就買最少兩盒 我忘記了是十塊 還是多少 還是二十塊 好像是十塊 那就很多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炒起它 炒到它 少少金黃色 那炒芝麻 怎麼炒呢 其實就好像炒花生 不過呢 就不需要下油 那只需要呢 就是拿白鑊 然後燒紅鑊之後呢 然後呢 然後呢 就 直接關火 把芝麻全部倒進去 不斷炒 炒 利用餘溫去炒 那發覺它 如果它不夠金香的話呢 就再可以呢 就輕輕加一點點熱 慢慢炒熟它 那就OK的了 那最主要 炒芝麻 你想出那個芝麻香 啊 就是這些芝麻 你想出那個芝麻香呢 我們一定要炒到它 有少少金黃色的 OK 那就記住 要用白鑊 不用下油的 好了 那基本上 就介紹了這麼多了 那跟著然後呢 下一則呢 我們就開始 進一步處理了 OK 待會見吧 好了 大家 現在煮滾了東西水了 那 我們現在呢 就加米粉 那 三個人 就加三渣 今天少了一個人吃 那現在呢 新的那些米粉呢 那些米線呢 就很為好人的 那 分開就是 分開一閘 那基本上呢 就很容易看那個 就是 就是 分量的 那 我們三個人就三閘 那四個人就四閘 那如果有些人少吃一點 那就是 減少一閘 好 那其實我做漏東西的 大家知不知道我做漏什麼 如果是這樣做的 我無需要 就是 去跟大家分享 最主要呢 就是 要加鹽 給它些底味 那 那麼多粉 就兩根 那麼多水 跟著之後 這個是 是 糖 也都是兩根 跟著之後 雞粉 那 都是兩根 然後 給它些油 那 那 這個米粉 我之前 米線 我之前都說過了 那 就是 我們要 它的時候 不要那麼爛 它一滾開 滾軟了 之後呢 我們就需要 攪拌一下 那 如果不是呢 最先下的那些呢 就會有黏底的狀況出現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它翻滾了 我們呢 就 算它多久呢 大概 十分鐘 十分鐘 煮這個米線 那如果呢 是 想米線 是 硬身一點的 就可以弱量 就可以減少一兩分鐘 不過 以我自己個人的 就是經驗 或者是喜好 來講 最好都是十分鐘 OK 那它現在繼續滾 我們又要攪拌它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又不理它了 任由它了 蓋上鑊 煮它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 我再跟大家分享 那很快的 煮完之後 直接放了這些材料 下去 攪拌就OK的了 那大家 不是 還要煮這個 這個 就是 豬腩 要炸 其實都不需要炸 只要是煎的 都可以 煎到它香脆就可以了 OK 待會見 好啦 那大家 鐘響了 關火先 那 那 如果是十米粉 即是煮湯米粉的話 煮湯米線的話 我們就要 要過冷鵝 但是呢 我們現在這個 乾拌粉 就不需要過冷鵝 的 那只需要 我們撈起它 就可以了 那 那 大家看一下我這邊 材料很簡單的 那 直接倒起它 那 流乾水 那大家看一下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呢 就 放過來 這邊 放進 那裡 那裡 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就 洗一洗它 沖一沖它 沖走了 它表面那些 那些粉的漬 那 那大家見到呢 我上一次呢 因為我懶 就是它 開始滾的時候呢 我沒有 即是沒有 動一動它 拿些東西攪下它 那結果呢 就是黏了底 那現在 只要呢 一開始滾的時候 我們稍微攪一攪它 那些粉 就不會黏底了 OK 好 那現在呢 就開火 那我們就處理這個 啊 處理這個什麼 處理這個 五花藍啊 那就一樣啦 那無論 任何一個情況 我們都需要是燒鑊 這個時候不要下油啊 抹乾了之後 都不要下油啊 那這個呢 就是基本原則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背口缺 之所以需要背口缺呢 大火燒鑊 再建煙 我們才下東西做 炒呢 那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確保它 一定要有150度的溫度啊 那150度呢 你下油呢 那些 那隻鑊呢 才不會黏底的 但是如果你低過150度 譬如說120度呢 就會黏底的 那我已經講過很多次 我也都不是說想去柴 就是專業廚房的台啊 專業廚房 他們都一樣是要燒鑊的 不過呢 因為很多時候呢 攤快啊 那結果呢 就做不到那個效果啊 啊 結果都是最後 炒粉出來呢 都是黏底的 那這個 這個油加多一點 因為等一下呢 我可以呢 就儲一些油啊 那大家看到 那大家看到 我這麼喜歡 下腩肉 除了是喜歡吃之外 其實都有很多 就是 其他的好處啊 那我繼續燒 下了油之後 繼續燒 現在比較多油啦 所以呢 就不要這麼快 下野豬啊 那繼續燒 那大家看到 我先來為什麼要抹乾 那些豬腩片 豬腩才切片呢 大家看到呢 這個是不是很乾淨啊 即是很乾啊 乾身啊 好了 現在又見煙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下下 雖然它是乾身的 但是呢 我們都盡量呢 就是 用夾夾 因為 我們 不能夠擔保它沒有水啊 都有支點水的 OK 那我這邊呢 就一邊 去 即是 大火 猛火 去煎那些五花腩 跟著 然後呢 另外一方面呢 我就洗乾淨 那一盤 那一盤 即是不要浪費啦 等一下呢 就拿來做這個 什麼 即是 再煎那些肉片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收小火了 那大家見到呢 我現在這個形式呢 就是半煎半炸的形式 那就可以呢 就用少些油的 那但是呢 依然可以做到炸的效果 那現在呢 我生小火之後呢 我就不理它了 那大家見到 我知道燒夠鑊呢 大家看到嗎 是不會黏的 還有呢 一開始的時候 不要心急 千萬不要手多 等它煎一煎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 那些豬腩片呢 就可以呢 是有個凝固 即是表面有個凝固 那我們呢 就可以是 就是可以呢 就是 令到它呢 就自動離鑊 這樣就不會黏鑊底了 OK 如果呢 你硬硬一開始 就走去攪它 一下去之後攪它呢 就很容易攪散它的組織 這樣就不太好 好了 這個時候我關小火了 這樣呢 我就蓋上鑊蓋 落一點 留一點位置 讓它休息 這樣 煎多久呢 這一邊呢 我煎它三分鐘 那就不用理它了 接著三分鐘又三分鐘 大家認識的了 還記不記得 那麼 煎東西都是這樣的情況去做的 OK 三分鐘之後見 好了 現在呢 三分鐘就過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稍微動一動它 這樣呢 盡量呢 就鋪平一點 給它每一塊呢 都碰到些油 還有碰到一隻鑊 這樣呢 它那個出油呢 就會快一點的 如果這個時候呢 不夠 即是覺得它不夠油 可以再放多一點點下去 這些呢 我原本就已經是豬油來的了 OK 好 好 跟著之後 我們再蓋鑊 三分鐘 又給它三分鐘 依然是中小火 不要那麼大火 OK 總之呢 炸到它金香 半煎半炸 炸到它金香為止 待會見 好 好了 又三分鐘了 看看怎樣 嘩 都還有一段時間 是啊 我們呢 要做這個脆肉 做這個脆肉呢 就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其實呢 現在都已經 有些已經做得很漂亮了 這樣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開大火 開始補火 現在的油呢 就開始很清潔的了 因為這些水分呢 就逼得出來 七七八八 要做到呢 好似現在這樣 這些這樣呢 你看看嗎 金黃色啊 這個時候大家要小心啊 那些油呢 就會彈到周圍都是 會彈到手 如果怕彈到手的話 其實可以戴手套 或者戴那些袖套 或者手套 那大家看到呢 我一開大火之後呢 補火呢 它就急速變成金黃 那我們要逼那些豬油出來呢 我們就一定不可以大火的 那但是呢 到了補火的階段呢 我們就可以 是做這件事啊 那呢 在西南地區 我這樣做 這個呢 就叫做脆肉 或者叫做脆片 脆肉片 我一加了 用了最大火之後呢 那些油呢 都很快很清澈了 因為那些水分急速 去蒸發 那這些 豬腩片呢 就開始呢 就變成金黃色了 但是還沒夠的 還要是拿乾一點 如果不是不夠脆的 脆肉呢 在西南地區呢 那個 乾拌粉呢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材料來的 好 現在呢 就見到呢 那些 那些 差不多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就關火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那個油溫呢 就會是超過200度的了 差不多 那所以呢 我就算關火之後呢 我們 都繼續炸 現在是不是當堂那些油呢 是清澈了很多呢 那 怎樣去半煎半炸 我們呢 既可以達到 脆肉的效果 但是同時間 不會過火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技巧呢 就是 除了我平時和大家 分享的煎東西的技巧 半油炸 半煎半油炸的技巧 之外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概念呢 就是其實我們關火之後 可以繼續炸的 繼續炸 炸到它呢 那些油溫呢 就降低為止 好了 現在呢 看個顏色呢 現在就很漂亮了 就真的是脆肉了 那樣呢 就連帶那些豬皮下去炸 嘩 不得了啊 那給大家看一下個效果 那些脆肉呢 要炸到這樣的色 我沒有放鹽 什麼都沒有 沒有拌過 就這樣 做到這樣的效果 OK 要夠乾 夠金黃 這樣呢 哇 這個不得了啊 OK 那等它降溫 我倒回你的油之後呢 我就可以是 直接呢 就可以下去拌的了 OK 稍等我一會兒 一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倒起油了 它的降溫啊 好啦 好啦 大家 這樣就已經 倒了些油了 我現在呢 為了要更加方便拌 啊 拿一隻黃來拌 那底子呢 就有油的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放這個 肉片啦 啊 啊 那麼適量啦 不用放光的 因為我打算拿回來燒夜 這粉呢 好鬼好吃的 啊 跟著放了下去 我現在先把抽氣扇 啊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放這個 青瓜下去啦 那放多少 就釋除磚便啦 跟著 然後呢 我們就放這個 啊 等著先 我還是下手啊 方便點 不要介意啊 那麼 下這個 芫荽啦 跟著然後 下蔥啦 可以放多一點點都不怕的 啊 啊 色隨磚便啦 大家 嗯 跟著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可以放這個了 紅油半菜料啊 啊 拿這些 湯匙一匙 這裡 匙半匙 湯匙啊 等我一會兒 跟著要開新的 因為呢 我們就很喜歡 吃這些 這樣的麻辣東西的 所以呢 這些呢 我們那個用量 就是這個 麻辣油呢 用量呢 就非常之多 那 那麼 這裡一匙一匙半啦 兩匙半啦 兩匙半啦 然後再加其他材料 老陳醋 加多少 想酸一點就加兩匙 想它不要那麼酸就加一匙 就算了 然後直接加生抽就可以 不過呢 也可以加我們自己做的蝦抽 更加正 這個蝦抽很棒 加這個兩匙 就不要加太多 OK 如果不是的話就不能夠 太鹹了 好 然後再加麻油 麻油可以多一點也不怕 不過呢 我就不喜歡加這麼多麻油 因為本身呢 那些什麼已經很多很多麻油 就是很多油 那些麻辣油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加這個 哇很多很多很多的 什麼呀 芝麻 你看看 你想它不好嗎 然後呢 夠了嗎 讓我看看 啊 有個秘密武器 我不是說要加花生下去嗎 是不是 這樣呢 其實呢 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 是把這個炸花生 大家還記得嗎 拿些牛油紙包著它 然後再碰碎它 不要偷懶 不是用花生醬 一定要是炸過的花生 OK 然後倒進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拌了 現在 現在 來吧 來吧 那 來吧 來吧 那 為甚麼要放在鑊上 那邊 就是因為呢 它太過什麼 那 就是太過多 如果用碟子来拌的话,就拌不起了 大家可以看到 OK,完成了,先试一下 不是很咸吧 所以 我再加多一瓶豉油 两瓶都可以,这么多粉 我们用我们自己做的虾抽,有个好处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我加了辣椒 所以它是有点辣的 好 那,这也有点辣椒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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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味道 很棒 這個米粉 嗯 可以再煮久一點 因為之前我做湯粉 我就10分鐘 10分鐘因為我還要煮 即是還要搓 淋上盤之前 所以10分鐘就夠 但如果你再想再軟一點 以我現在這個程度 即是這個口感 可以再加多1分鐘至2分鐘 就更加軟 好嗎 好了 我把碟子放好 之後再跟大家做總結 不要走開 不要以為看完就算了 因為 有些很重要的概念 以及一些細緻 我要解釋清楚 待會見 好了 已經放好了 那我就 再進一步 想它 更加好吃 以及更加好看 這個時候 我就把這個圓粒花生 我就放下來 好 接著之後 我再 灑點蔥花 待會拍照 其實我很喜歡吃生蔥 即是半生熟的蔥 其實很好味 不過當然 這個是個人 個人的喜好 好 那就搞定了 好 現在做總結 首先 這個粉 可能 大家又會覺得 這裡不是吧 我做過粉 這麼久 其實 我可以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 不要介意 我花多少少時間 即是你 去做一個美味出來 其實 這個 也是西南地區 經常見到的早餐 但是我現在就變成晚飯了 那麼 其中一個材料 就是花生 以及這個脆皮 這個脆肉 不是叫脆皮 脆肉 就是一個主要的 一個 材料 大家先看到 我是怎樣做的 那麼 大家都看到 應該是第一次看到 我這樣半煎半炸 去做那個豬腩片出來 我可以跟大家說 現在 就已經很脆了 拿出來 就是這樣 炸到 這麼通透 這麼金黃 大家看到嗎 為什麼它叫做脆肉 就是這樣 因為 一定要連上豬皮炸 而且 這樣 這個是 連上豬皮炸 它會更加甘香 現在我吃下去 沒有調味 什麼都沒有 是完全全是一個肉香 OK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另外 那些脆皮 你做 不是脆皮 脆肉 你做到它出來 其實它有一個 效果 就是一個 附帶的一個產品 是什麼 豬油 其中 這個乾拌粉 酸辣乾拌粉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材料 就是豬油 大家看到 我先頭 除了是麻辣油 除了少許麻油 我就什麼油都不放 但是 我們一定要 是 加少許豬油 所以 為什麼 我先頭 倒入鑊子的油 我就利用鑊子 洗都不洗 因為它有豬油 怎麼都會鋪 OK 接著我們再拌這個脆肉 就非常香的 這個 肉香 還有 我這樣做 這個粉 你不要看它這麼簡單 其實它非常非常高能量 你吃完早餐之後 你分分鐘 整天都不用吃東西 都夠體力 應付一下 當然 以晚飯來說 就太重了一點 說到多油這裡 我知道 就一定有朋友 就很有意見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不是喝油 你不是餐餐 都是吃成這樣 我必須要說的一件事 就是你為了少油少鹽 然後做到那樣東西 很難吃 沒有人吃 其實你是在浪費食物 在浪費地球的資源 但是 如果我們 當我們明白了 每一樣的食物 它需要適當的油量 的時候 我們加回它 應該有的油量 就可以了 行不行 但是 只不過就有一件事 你說 那不是 我經常做這麼多油 那 我天天吃油 就很不健康了 沒有人叫你天天吃的 行不行 行不行 譬如在西南來說 它吃過早餐 吃這個 它可以分分鐘 整天都不吃東西 然後晚餐 或者晚一點 我們再做另一件事 人家是很清淡的 即是說什麼呢 簡單來說 就是我的說法 就是少吃多滋味 多吃就壞肚皮 不要偏吃 不要因為這件事很好吃 不過這個粉真的很好吃 不要經常偏吃 不要經常吃死 沒有人叫你天天都去 即是天天 甚至沒有餐餐 去吃這些粉的 即是等於什麼呢 我很喜歡吃車仔麵的 我可以一個月都吃不厭的 但是你說這樣健不健康呢 當然不健康 但是你說我 我可不可以這樣不吃呢 當然又不行 譬如說 我限制自己 一個月我吃 五天行不行 吃十天行不行 甚至沒有 我一個月給我兩次機會 我吃 然後其他那些就清淡一點 這樣我們才可以 既可以滿足口腹之肉 同時間 亦都可以保持均衡的營養 和健康的身體 OK 好了 其實這個粉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簡單的 主要注意的是幾個東西 你那個 整個脆肉 因為我們不是喜歡廚房 我們也不是營業做生意 所以我們不會特意開一夜油出來 就炸的 我已經很誇張的了 自己有個DIY油鑊 是不是 我連炸雞翼 炸魚塊 什麼我都做得出 吉列豬扒 我都做過了 大家是不是 是不是很漂亮呢 是不是比那些專業廚房出品 其實有心機就可以了 工具 一向你家裡都有 相差在 你想不想得到 是可以這樣用的 為什麼 我那個油鑊 是什麼來的 是麵包來的 OK 行不行 既然我們不能夠用得多油的話 我們怎樣可以 依然做到脆肉的效果出來呢 就是用半煎半油炸的形式 即是說那些油 我們只需要給足夠的份量 剛剛好 味過那個肉的表面 這樣就可以了 明白嗎 而且這樣煎完之後 製作出來的豬油 是濃度非常之高的 那你又不用特意開油出來 就炸豬油了 大家說是不是 那記住 既然是半煎半炸 無論是以前我跟大家分享的 那個泰式鹹肉 還記不記得嗎 兩年前做過 兩年前做過 又是差不多時間的 都是1月、12月左右 泰式鹹肉 雞飯 那個鹹肉 泰式鹹肉怎麼做 大家還記不記得嗎 好了 其實我就用那個技巧 這個技巧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全程 我們是不可以用大火的 我們用小火 當煎魚 這樣的形式去做 然後上鍋蓋 三分鐘 然後三分鐘之後 我們再反轉它 再來三分鐘 這個時候 都是半製成品的 它只是大概炸到六成左右 好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再開大火 要補火 那就不斷地翻動它 防止它 炸死一邊 就焦了頭 然後大家會發覺 前面的六分鐘很慢 後面你要炸得到它 可能分幾兩分鐘就搞定了 行不行 OK 就是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先頭在做的過程中 我就說了一句 很危險的 油會彈到四處都是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因為豬肉 無論你吸收到多乾 它本身都會出水的 是不是 豬肉一出水 你加的那些肥肉 和豬皮 會迫迫迫迫迫迫的 這樣就會彈油的 但是大家先看到 我製作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彈油啊 有 還彈到自己的手 但是很少 是不是 比大家想像中的少 比大家經驗中的少 是不是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一定要前面三分鐘 再加三分鐘 之後慢火 就是前面三分鐘 再加三分鐘就是慢火 之後我突然開大火 我就迫它的油出來進一步 這樣就可以減少 那個油的 就是因為和水的化學作用 而彈到油到處都是 為什麼前面那六分鐘 我已經迫得它七七八八的 那些水 那些水已經出到七七八八的 明白嗎 而且後面這樣的部分 你會發覺 雖然它很快速 去變金黃色 但是呢 炸得很漂亮的 大家說是不是 不用怕油到處都是 不用怕它炸得很焦 大家說是不是 那就記住了 這也是一個技巧 我也是那句 一本通書就不要看到路 大家要學會變通 有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材切 不同的做法 即是不同的食法 有不同的做法 以及材切的刀法 OK嗎?可以嗎? 好了 粉呢 很簡單 只要煮它 但是記住有兩樣的 第一就是要加鹽 糖 味 以及加油 為什麼呢? 因為我把底味給它 後面就不需要加太重的調味料 的醬油 OK嗎?可以嗎? 好了 在我們加了粉之後 記住 等它剛剛很大滾的時候 我們就要攪拌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第一次加了底 最底的粉 是會黏底的 大家應該連續都見過 我上次做米線 做過酸辣米線 是不是? 結果呢 是不是有幾條黏底 是的 但是這一次 大家看著我 在鏡頭裏面 不停攪拌它 即是它滾起的時候 結果最後沒有黏底 記住 好了 撒米線呢 8至12分鐘 那就看看你是怎樣 喜歡的軟硬程度 如果以我這個乾拌粉來說 10分鐘呢 就剛剛好的 但是如果以湯粉來計 10分鐘就會過淋 所以呢 大家有不同的做法的時候 就需要有不同的時間 對不對? 如果你做湯粉的話 10分鐘就剛剛好 8分鐘就偏硬一點 那就視乎你喜歡的口感 那如果是我現在這樣 乾拌粉的話 其實可以去到 11、12分鐘的 行不行? 基本上就這麼多了 跟著之後呢 將所有 你做好之後 晾一晾乾 稍微晾一晾水 跟著之後 將所有的芫荽啊 蔥啊 脆肉啊 花生啊 所有的醬料 就全部放進去 其中呢 先頭大家是不是看到 我下了很多麻辣醬 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呢 是真的不難 連你加胡椒粉 吃粥的辣度都沒有啊 所以是非常之適合 香港人吃的 那當然啦 那你說不是的 這裡我想吃辣一點 可以放什麼呢 那我就可以推介一下 這一隻 要不就是潮州辣椒油 要不就是蝦米辣椒油 這兩隻都夠辣的 OK? 那就視乎大家了 啊 啊 那啊 跟著然後呢 喏 這裡呢 當中是有少少的技巧的 就是 我加了很多很多的芝麻 進去 還有呢 我是 炸 炸碎了 打碎了那些 炸花生 這兩樣東西呢 是它提升食味的關鍵來的 啊 那很多人說 你加麻油就可以了 正路是加麻油的 不過先頭都說 一開始已經有人嫌多油了 這份東西 你還加這麼多麻油? 是不是? 那就多了 那我怎麼辦呢 我就是加很多很多的芝麻 那芝麻呢 就要炒過的 那記住啊 是用白鑊炒 那 那 大家看一下 炒了之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 炒了之後呢 有些金金的 黃黃的 又白白的 那記住是 不要下油啊 白鑊炒 OK 那很容易的 炒這些 炒芝麻 炒芝麻 就是 開大火 燒烘鑊之後 就關火 跟著之後 利用餘溫去炒 炒到最後 發覺它降溫了之後 都還沒炒好的話 才加一點點熱 是 加一點點熱 炒芝麻也好 炒花生也好 炒這個 是腰果也好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什麼呢 千萬不要等它炒到100% 你滿意才會關火 如果是這樣的話 無論你炒芝麻 炒花生炒腰果 都一定會炒壞的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呢 就是要 當它大概去到八成的時候 我們就要關火了 炒芝麻就更加誇張了 我們就要關火了 還沒下芝麻就要關火了 OK 或者你用慢火慢慢炒 但是無論用哪個方法都好 記住 八成 它八成 有金黃色 你就一定要關火了 如果不是的話 最後一定焦的 記住這個技巧 那就沒什麼特別了 好了 因為我加了芝麻和花生碎 其實花生碎這家東西呢 在西南的粉面裡面 是常見的 應該是說花生這件事 是常見的材料來的 主要就是 要不就是圓粒花生 要不就像我這樣炸完之後 就打碎花生 炒完之後就打碎花生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一個代表 就是什麼呢 淡淡麵 它除了有很香的芝麻醬之外 它還有很多的花生碎 好了 問題就是 你可不可以酒精扁 當然不行 千萬不要酒精扁 放花生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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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真的炒過的花生碎 是兩件事來的 味道是不一樣的 風味是不一樣的 OK 除了這些 要注意的 沒有什麼特別了 另外 在調味那裡 大家看到 我後面只是加了兩件事 醬油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醬油 還有這個 老陳醋 就這麼多了 沒有了 通常的比例就是 1比2 一份陳醋 就是兩份醬油 OK 行不行 我這裡 我就加了四湯匙的醬油 再加兩湯匙的陳醋 不過 好 我自己 這個 煮出來的蝦抽 這個 是偏向淡口的 如果 你加普通的生抽 大家要注意 譬如說 這一隻 譬如說 這一隻 大家看到了 是會鹹一點 少量自己去減鹹 減少一點的份量 OK 那我先頭 大家看到 我最初是下得很保守的 但是後來 我就再加回去 要試味 中間要試味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就不知道 那個鹹湯到哪裡了 行不行 因為你每一隻醬油 每一隻醬油 都不同味道 除了老陳醋 是不是都這麼多了 行不行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 是不是又很複雜 喂 好東西吃 當然要花時間的 OK 好嗎 而且 我這裡如果扣除我講話 介紹各樣 大家 密密做的話 大概都是30-40分鐘 都可以吃 好嗎 OK 多謝大家收看 是一家人 30-40分鐘 可以吃 除了煮仔飯 它算快 OK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